胡鸿君这天为节目彩排现身电视城 他表示最近因为疫情爆发 多了在家的时间 所以他也趁这个机会在家运动健身 希望能让自己更健康 另外他也表示 最近有在学习做甜品 是啊 做甜品都是我在这段时间做的事 其实我就不是做 我是学做甜品 因为坦白说呢 我自己就从来都没试过 很少啦 任何人没试过的 但是不做就真是不知手势好 我发觉原来我都挺有做甜品的天分的 真的不是买花、赞花香 真的不错 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 在家无聊无聊的做 可以上下我的频道 去看下我一些学做甜品的影片 我相信都应该带到很多欢乐给大家 有没有给个师傅吃 我没什么给身边的朋友吃 因为都是在现场就要吃的 就是现场的一些职员 现场的其他的学生 还有我的crew 拍摄的crew 因为实际上太好吃的关系 我都没办法可以拿走 最近因为疫情 餐厅下午6点开始 只可以做外卖 不能糖食 胡鸿君就表示自己会回家吃饭 有啊有啊 这段时间我都是在家吃饭 因为我爹地妈妈本身都有煮饭的 我有时候都会帮忙 所以这段时间都是吃家的饭 我觉得挺好 一来多点时间附家人 二来又省省的钱 不用外卖 不用出去吃 三来在家吃 可以吃健康一些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胡鸿君还表示 最近这段时间也减少和朋友联系 希望疫情尽快过去 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想干吗的